我靠简破烂,供女友四年读完四年大学,四年前,女朋友说大学一毕业就嫁给我,四年后,我向她求婚,她却说我只是一个简破烂的配不上她,要娶她也可以,那就拿出来一千万,我拿出十个亿的时候,她已经坐上了别人的豪车扬长而去,我不是没有钱,只是你没给我拿出钱的时间。 欢迎来到无心情话,感谢您的订阅和点赞,善淫而后福,恶淫而后祸,今天分享一个女友后悔的故事,我叫王浩,高中毕业之后,因为家里穷便辍学了,谈了三年的女朋友董卿,却如愿地考上了大学。 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跟着爷爷捡破烂,虽然生活过得很艰苦,但还算是踏实,勤劳致富的理念一直是我人生的低信条,为了给女朋友董卿凑够学费,我每天省吃俭用,吃糠燕菜,并且把每个月积攒下来的钱,全部都给她寄了过去,就是怕她在大学里吃不饱穿不换,在董卿读大学的四年的时间里。 虽然我俩很少见过面,但董卿还是告诉我,等她毕业了就嫁给我,听到她这句话时,我备受感动,捡破烂的速度也提高了几十倍,垃圾乡边,松树下,小河边。 还有野外的玉米地里,都留下了我捡破烂的身影,我捡破烂,捡到癫狂的地步,我一度认为我就是未捡破烂而生。 有时候我看到一个人在喝矿泉水,我会等他两个小时,为的就是要他手里的那个矿泉水瓶子,我会努力地节省每一分钱,为的就是董卿在大学里能够潇洒几秒钟,我拼命地为他忙碌着。 不辞辛苦,几乎达到了鞠躬尽脆死而后矣的地步,我以为我做的已经可以使他足够爱我,可是我发现我错了,错得特别地彻底,四年后董卿大学毕业。 也是他要履行诺言的时候,那天我捧着玫瑰花,相遇在大学的校门口,董卿嫁给我吧。 我担心跪在地上向他求婚,四年前他就是这么承诺给我的,我才有今天的举动,可是面对我的求婚,董卿却无动于衷,而是淡淡地说道,王浩,你资助了我四年,我很感激你,但是你觉着现在你还能配得上我吗? 听了他的话,我愣住了,董卿,你什么意思? 我大声地问道,当初不是你说的,等你毕业之后就嫁给我的吗? 今天怎么突然反悔了? 要是早知道这个样子,我何苦剪破烂四年,供他读到大学毕业,有那些钱,我自己潇洒不快乐吗? 董卿冷冷一笑,王浩,当初我是被你的甜言蜜语哄骗了。 现在我清醒过来了,你就是一个剪破烂的,怎么能配得上我? 我们两个早就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了,我不想说太难听的话,不想打击你,不要在我面前自取其辱了。 你走吧,我不想嫁给你了,董卿,我还年轻,我能挣钱,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跪在他面前,抱住他的大腿,恳求他嫁给我,四年来我对董卿倾注了所有的感情,每时每刻,他都住在了我的心里。 自从爷爷离世之后,我对董卿的感情已经超过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不能没有他,没了他,我怕自己活不过十分钟。 董卿,我会让你过上好生活的。我不能没有你,嫁给我吧,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的。 可是董卿仍旧不为我所动,而是冷冷地看着我,王浩,你不是想娶我吗? 那好啊,你拿出一千万来,我就嫁给你。 拿不出来,你去死,你敢吗? 一千万,对我来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减一辈子的破烂,我恐怕挣一百万都难,更别说挣到一千万了,但我可以去死,只要从董卿口中说出来,我就要力所能及地去满足他。 那,大学四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如今大学毕业了,他却叫我去死,我也能办到,我抬头看了一下教学楼的天台,大约有二十层。 董卿,你不是叫我去死吗? 没了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看好了,为了你我什么都敢做。 二,我蹭蹭地爬到了天台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证明我爱他,爱得坚定不移,站在天台上,我大声地说道, 董卿,我之所以从上要从上面跳下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证明我爱你。 就在我准备往下跳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爷爷临死之前对我说的话,王浩啊,爷爷快不行了,你跟我捡了四年的破烂,我也没有什么能留给你的。 我走之后,只给你留下了十个亿的零花钱,十个亿,爷爷肯定不会骗我的,董卿,你不是要一千万吗? 那我给你十个亿够不够,董卿,我有钱娶你了。 可是当我在看向董卿的时候,他已经进了一辆豪华的黑色轿车里,我说的话他再也听不到了。 我想,如果我真的从天台上跳下去的话,他可能看都不会看我一眼的,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就这么结束自己的性命,我觉得不值得看到离去的董卿。 董卿,我流下的眼泪,四年的感情,说散就这样散了。 董卿,你说,我配不上你,我并不怪你,但你不应该欺骗我,欺骗我四年的感情,欺骗我这四年来对你无条件的支持。 你更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我对年底感情,总有一天我也要你尝尝欺骗我的代价。 董卿,你一定会后悔的,回到家之后,我翻遍整个屋子,却没能找到爷爷所说的那十个亿,要是在平常,我可能不会相信会有这么多钱留给我。 但他是在临死的时候说的,就一定不会骗我。 我又翻遍了爷爷平常所用的东西,却在他的床底下找到一个破盆子。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宝盆? 我试着将一张一百元的钱放进去,拿出来之后,并没有如我想的那样,盆子里会多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 最后,在他留给我的遗书里,我找到了一张黑色的银行卡,这张银行卡看着就非常的普通,难道钱就在这张卡里,拿着这张银行卡,我便去了银行,我要查查这里有没有钱。 当我把这张发旧的银行卡交给银行的专柜后,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不屑于顾的神情,而且还当面对我说道,这张卡都多少年没用了,你在哪里捡到的? 啊,这张卡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他告诉我说,里面有十个亿。 我这话刚说完,就听到他扑吱一下笑出声来。 十个亿?你是来搞笑的吧?我看里面能有十块钱就不错了。要是能有十个亿,我马上嫁给你。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周围的人也跟着哈哈笑了起来,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专柜员,长得还算清秀,一身西装,脚上穿着黑色的高跟鞋,虽然也很漂亮,不过还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还是算了吧。 我有十个亿也不会娶你的。 就在我说完这句话,就看到他用白眼珠子撇了我一眼,有没有钱,查查不就知道了吗? 我仍然坚信我爷爷的话。 他一定不会骗我的,他拿着卡插的进去,就在他查账的时候,突然听到爆的一声响,他查账的电脑烧坏了CPU。 小姐,怎么了?我连忙问道,他尴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这台电脑查不出你的额度,自爆了。 查不出额度?难道这张卡里真的没有钱吗?不过我还是问了一句,小姐,里面有没有钱? 有,有,钱太多,超出了系统的计算能力,才导致坏掉了电脑。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抖,听他这么说,我也愣了,超出了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天啊,这该要有多少钱啊?看来我爷爷真的留给我了十个亿的零花钱,这一刻我激动得心脏砰砰直跳。 曾经我以为爷爷只是个剪破烂的,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大笔钱。 先生,你稍等,我换个大的服务器,给你查询一下。 他拿着我的卡,转身去了里面,两分钟之后,那位小姐从里面出来了。 先生,你这张黑金卡是我们的超级会员,里面的额度整整十亿,每天的利息大约是二十万左右。 他双手拖着那张黑金卡递给我,态度毕恭毕敬,和刚刚显然是两个态度,看来有钱就是好,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啊。 有了钱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收购所有的废品收购站,我就是一个剪破烂的,我就要从剪破烂做起,我要剪全国的破烂,并且还要上市,我要狠狠地打那些看不起剪破烂的人的脸。 三,那天,我剪完最后一个矿泉水瓶子,沉寂了四年的高中微信同学群,突然间谈出几条消息。 我一看是班长星号星号在群内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是怀念我们这些高中同学了,便想着邀请大家来聚一聚。 而且,星号星号还特意地爱特了我一下,怕我不去世的,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 星号星号仗着家里有几个小钱,天天嘲笑我家是收破烂的,看不起我,而且还多次在公共场合嘲笑我家里穷,看我笑话。 几年过去了,他对我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认为我还是当初那个吃不起饭的穷小子。 他还想当着同学的面再次侮辱我,知道了他的想法之后,我冷冷地笑了,同学聚会的日子很快变到了,星号星号开了一辆黑色的豪车,而我是坐公交过来的,他看到我一身破破烂烂,马上就笑了起来,王浩啊,王浩。 没想到四年过去了,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那个穷酸的样子一点都没变啊。 不如,来我公司,一个月给你五千外加五险一斤怎么样? 不比你减破烂症得多。 我笑了笑,不用来,我现在过得很好。 转身我便走了进去,进去之后才看到好多人都已经来了,其中就包括董青,他看我的时候一脸的冷漠,突然间收到一条信息,打开一看是董青发过来的。 王浩,你怎么来了? 你不知道吗? 今天来聚会的哪个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那个不是家里有公司的,这种场合不适合你。 快走吧,一会省的丢人,我这是好心提醒你。 看到董青发过来的这些话,我摇了摇头,不知道是真的关心我,还是看不起我, 但这句话却让我格外的不舒服。 他们都拿这种眼光看待我,在他们眼里我就该穷,我没有理会他。 等星号星号进来之后,董青却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在高中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高中纳会我成绩特别好。 董青和我同桌,星号星号主动向他打招呼,他都不予理睬,现在好了。 一切都变了,也许是大学四年改变他的看法。 星号星号刚坐下来便对我说道,王浩去给老板要两瓶酒。 挂在我帐上,没酒怎么能行啊? 记住要拿好酒,便宜的酒我们还不活呢。 我走后,就听到他们哄堂大笑。 我知道他们又在嘲笑我,笑我不配,和他们一同吃饭,笑我来参加聚会,就是个跑腿的。 我给老板老了两瓶最贵的九五十年的路易十三,刚刚星号星号不是说了吗? 记他账上,他不是有钱吗? 那我就试试他的实力,两瓶路易十三,一共五十万。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钱。 当我把两瓶酒放在饭桌上,就看到星号星号的脸上泛起一股怒涩之意,董卿倒是会察言观色,连忙说道,王浩,你知道这两瓶酒多少钱吗? 我当然知道了,酒柜上都明码标价写着呢。 不过我却说道,董卿,刚刚星号星号说的,要我去拿两瓶好酒,记在他账上吗? 我也没看多少钱,直接给老板要的最好的。 这是什么酒我也不懂啊。 我装模作样地说道,董卿拿起手机,扫了扫二维码,惊讶道,一瓶二十五万,两瓶就是五十万啊。 王浩,你疯了吗?快把酒退了。 董卿斥责我说道,我却坐着没动,反而笑道,今天大家好不容易聚一次。 拿上来的酒哪能退啊?星号星号他不是有钱吗? 这五百来,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对吧,星号星号。 此时,我看到星号星号的脸色一片铁青,我估计他的卡里别说五十万了,就连十万都不一定有。 我这话刚说完,董卿不依不饶地说道,说得轻巧,这顿饭你请啊。 我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我请就我请,不就是五十多万吗? 说得就像我没有似的。 说完这句话,我看向星号星号,四,他默不作声,他都在群里说好的,他要请客,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整顿饭加上酒我一共花了五十二万刷卡之后。 我走出酒店,看到了李鹏和董卿,看到我出来了,李鹏怒气冲冲地说道,王浩,你说你装什么装啊?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的?是不是从哪里偷的? 如果真是偷的抢的,我劝你赶快自首去争取宽大处理。 你拿着这些非法所得的钱,装什么装啊?不怕我们去报警啊?你什么情况我不了解吗?不就是个剪破烂的吗? 你不会告诉我,这是你剪破烂症的吧? 他冷冷地看着我,说不上来,那是笑还是哭,他一肚子的怨气在埋怨我。 刚刚是我抢了他的风头,害得他在同学面前失去了面子,不过我并没有理会他,他嫁的情况我早就了解了,开了一家小公司,收益远不如我现在的废品收购占利润多,却还不自知,我并没有理会他。 和这样的人多说一句话,我觉着都是在浪费时间,转身要走的时候,却又被董卿叫住了。 王浩,你说说你那些钱怎么来的? 如果真是偷来的吧? 要是偷的,我劝你赶快去自首,李鹏他爸有关系,会把你从里面捞出来的。 以前我总觉着你人老实,只是穷了点。 现在一看,素质也这么差。 听了董卿的话,我冷笑,这就是我捡破烂资助了四年的大学生,不光不敢恩我,反而对我无尽地打压。 董卿,如果说这钱是我爷爷留给我的零花钱,你信吗? 我刚说完这句话,就看到他对我露出一丝鄙夷的神色来。 王浩,这点钱你还在我跟前显摆什么? 以为自己有俩钱,就了不起了。 那我告诉你,什么才叫有钱? 紧接着,我看到董卿拿出钥匙摁了一下,就听到啾啾两声响,旁边一辆三百来万的法拉利闪了两下。 王浩,看到了吗? 还有我这手表,一个六十多万。 从他的脸上,我看到了对我无尽的嘲讽。 他可能不知道,我现在身价都十个亿了,我只是懒得和他说,如果他要是知道我身上装着十个亿的零花钱,他又会是什么眼神来看我呢? 他想要表现自己,我就给他的机会。 他以为我不知道,他这辆车是怎么来的,这些天,我还专门派人调查了一下董卿,他只不过是抖音上的一个直播网红,和一个包装公司签订了十年的合约。 这辆车是公司给他租的,包括手上戴的手表,还有身上胯着的包包,包装公司为了打造他,成为一线主播,还特意为他立了一个悲凉而又励志的人设,吸引好多共情大哥和粉丝为他刷礼物。 他接着又说道,王浩,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吗?一线主播,这次你还能和我一起吃顿饭,那是你的荣幸。 下次你见到,我都很难。算了,不和你说了,浪费我时间挣钱。 转身他拉着李鹏便走,董卿,你这么地嘲笑我,攻击我,难道就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报复你吗?会不会有一天跪下来求我呢? 那个时候,看我怎么折磨你,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我冷冷地一笑,董卿,你可能不知道,当我要报复你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感到害怕的。 我想,这一天很快便会来到的。 当我回到家之后,微信群里突然又多出来好多的消息,我点开一看,里面都是关于我偷钱的事情。 看到这些消息,我非常的气愤,我知道,这一定是董卿和李鹏在背后搞我,聚会上,我使他丢见了脸面,他却在背地里搞我,呵呵,真行啊,李鹏,董卿,你们这是要置于我死地吗? 那么,我就让你们死得会更难看,我准备艾特他们两个,说要偷钱,那就要拿出证据好。 可是我却发现自己怎么也无法发言,原来我是被禁言了,看到这里我冷笑,又激起了我必须报复他们的心理,五,董卿,信号信号,我要彻底地把你们两个踩在脚下,这是你们先招惹的我,那就等着我无情地碾压吧。 我花高额的重金,找来一个私人侦探,24小时盯着董卿和信号信号,经过四家侦探的侦查,发现董卿和信号信号不仅有一腿,而且,他们两个还开了一个文化传媒公司,专门干一些割韭菜的事情。 四家侦探还告诉我,信号信号,还是董卿的棒上大哥,最近抖音举行年度赛,董卿誓言,要拿下全国PK总冠军。 听到这消息后,我知道我要报复董卿的机会来了,我也知道,信号信号一定会为董卿打PK上不少的票。 他俩一唱一鹤的圈,更多的大哥给他们上票,满满的都是套路啊。 我知道我报复他们的机会来了,这次我就要让你们血本无归,我照着十个亿去砸,不相信砸不死你们,凡是玩过抖音的都知道,那些公司为了捧红一个主播,前期会非常的烧钱,捧红之后,再靠流量吸金。 这次我要让你董卿彻底的翻车,有了这个主意之后,我又花了一千万从AL公司买了一个虚拟的美女,然后又通过一百多个运营号迅速地把它曝光出来,很快便获取一批粉丝,有了打年度赛的资格,很多人都知道了她,可却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就火了。 当他们知道这个AA美女是我的时候,不知道有何感想呢,终于到了年度赛的时候,我靠着砸钱一局进入了总决赛,最后剩下我和董卿了,这几天我也得到不少消息。 董卿为了又赢得这次比赛的总冠军,走起了大哥路线,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极为的重要,总决赛一共三局,第一局上来她就给我摆了一堆数字,我点开她的榜单,确实是一堆的大哥为她刷票。 而我现在只有我自己,不过这一局我并没有上票,而是偷偷地让那一百多个营销号把董卿走大哥路线的视频疯狂地上架。 其中还有好多上了热搜,抖音年度赛巅峰对决选手董卿,为了拿冠军出卖肉体,走大哥路线,一时间风平变得极差。 然后我又晒出我之前资助董卿四年的账单,以及他要嫁给我的留言晒了出来,还有他怎么忘恩负义,怎么污蔑我的人设,全都曝光了出来,我又雇了一千个文案写手,把他黑得死死的。 这一次我定要把他捶得死死的,果然在对决的第二局,我这边的人气高达五百多万,我本身就是简破烂出身,人设满满的都是励志正能量,再看董卿那边除了十来个大哥。 还有一些看热闹的粉丝,人气不够万人,第二局,我轻松地拿捏董卿,董卿的那些大哥已经不上票了,他们已经对董卿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了。 第三局的时候,董卿没有打完就停播了,一向众星捧月的他,高高在上,一下子便跌落下来,被人踩在脚下,我想这个滋味一定不好受吧? 就在我赢得比赛的第二天,我又得到一个消息,董卿所签约的那个公司,因为他负面新闻导致公司的股票遗落千丈,他和星号星号可能要面临巨额的罚款,他因为自己能赢得了比赛。 所以,另外的一家投资公司签订了对赌协议,赢不了就要赔偿公司五千万,这五千万对我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对于董卿和星号星号,却要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挣回来。 我笑了,笑是那么的开心,我可以失败很多次,也可以被嘲笑很多次,这些并不影响我。 六,但董卿就不一样了,他只要失败一次就彻底输了,击亏他就在那么一瞬间。 那天,我正在收拾破烂,突然看董卿出现在我面前,王浩之前是我对不起你,我想求得你的原谅。 我笑了,这是他走投无路了,来投奔我了吗?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问道,董卿,你找我有事? 对,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想加入你的公司,不为别的,只为曾经我们爱过。 只要你想办法,把我欠下的那五千万挪到你的名下,我就嫁给你,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对不对,王浩? 我看了董卿一眼,他说的没错,当初我确实爱他,可他已经不是之前的他了,而我也不是之前的我了。 董卿,本来我想狠狠地羞辱你一番的,但,我不是那样的人,你走吧,我这里不欢迎你。 你就是跪下来求我,你就是叫我一声爸爸,我也不会帮你的。 我知道,你签了一个对赌协议,欠了五千万,你想挪到我的名下,让我背负这五千万的债务,然后转身再离开我,董卿你真的很幼稚啊,也很可怜。 你这么快就忘了,我当初资助了你四年,你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我话刚说完,董卿冷哼一声,王浩,刚刚我设下身段求你,已经给了你很大的面子了,你却还不领情。 你真的以为我破产了吗?不怕告诉你,我已经投身于张氏集团,刚才过来只不过是想试探试探你,给你说两句好话,你就飘了。 王浩,等我干爹归来,看我怎么死死地把你踩在脚下。 而且,我还要让你在这城市无力足之地。 董卿,你千不该万不该这个时候来惹我,本来看在咱俩还是同学的份上,想放你一马的。 无奈,你根本不值得我同情。 我这话刚说完,董卿冷笑一声,王浩,行啊,你等着,三天之内,要把你赶出这个城市。 董卿撂下这句话,转身就走,看着董卿离去的身影,我摇了摇头,这个董卿这是怎么了? 看不得我有钱,看不得我比他过得好,可他不知道此刻张氏集团正面临破产的危险。 一天后,我带着爷爷留给我的那张黑卡,去了张氏集团,刚走进张氏集团的大厅。 我看到了董卿,他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站在队伍的后面,原来他是来求职面试的,巧的是,他一回头,居然发现了我,看到我之后的董卿瞬间不淡定了,手里拿着简历朝我走来。 王浩,这要巧啊,我们又见面了。 董卿说话的时候,脸上还露出一丝鄙夷的神色来,说吧,王浩,你来干嘛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张氏集团啊,这个地方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吗? 你只是一个简破烂的,别在这地方丢人了,赶快滚吧。 听了他的话,我冷冷一笑,我当然知道了,怎么你来的地方我就不能历来了。 这里就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再看看,来这里面试的哪个不是重点大学毕业的? 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赶快回去吧,别丢人现眼了。 我正要说话,却看到有个美女朝我走了过来,王先生这边走。 我还特意地看了董卿一眼,不知道他看到我走进贵宾室有什么感觉,七,一个小时后。 人士告诉我有一位高材生,经过两轮筛选成功晋级,特别的优秀,要不要见他一下,我点头答应。 我听到敲门声之后,打开门一看是董卿,原来人士说的那个高材生是他呀,董卿看了我一眼愣住了。 王浩,你来这里干嘛呢? 这是我的办公室,我还不能来了。 我刚说完这句话,董卿笑了,自嘲般地说道,王浩,你吹牛也不分地方了吗? 这可是张氏集团张总的办公室,而且张总还是个女人。 我即便在下,也分得清楚男女吧。 你快点走吧,不然我叫保安把你赶走。 是吗? 那你叫好了,我在这里等着,我看都没看他一眼,这种人真的不能和他多说一句话,你,你竟然敢用这种眼光对待你。 气死我了,好啊,今天我算是豁出去了。 保安,保安。 两分钟之后,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跑了过来,保安,快把他赶走,他谁呀,在这里都影响我面世了。 保安看了我一眼,又看了董卿一眼,带走吧。 我轻声地说了一句,紧接着保安架起董卿的胳膊就往外赶。 这,这是怎么回事? 保安,你有没有搞错,赶走的应该是他,为什么是我? 看着董卿惊恶的眼神,我叫住了保安,为什么? 那我来告诉你。 半个小时前,我已经收购了张氏集团51%的股份,成为了张氏集团最大的股东。 我这话刚说完,董卿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 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突然之间,董卿挣脱了保安的束缚,一下子跪在了我面前。 王浩,我求求你了。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要入职张氏集团。 真的,我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 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看在咱俩四年感情的份上。 董卿,你真的肯吃苦吗? 我假装露出一丝惊喜的表情,只要你肯跟着我吃苦,我会一样爱着你。 我就是要让他看到,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还是像之前一样喜欢他,我就是要给他这种错觉,就在我双手搀扶着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看到他眉目之间又露出一丝嘲讽的韵味,他可能以为我还爱着他。 可是他错了,我之所以接受他,就是要慢慢地折磨他。 王浩,你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我? 他说着,身子一歪倒在了我的怀里。 董卿,你说得没错,我心里一直藏着你,喜欢着你,爱着你。 那,那我现在就做你的妻子。 说着他一双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里,他以为这样,他就能拴住了我,可是他错了,我早就洞悉了他内心的想法,我决定将错就错,我就要进入你引以为傲的身体里,让你觉着我是迷恋上你。 在办公室,我和董卿激昂了半个小时。 王浩,从今以后,我就跟着你了。 跟着我,你不怕吃苦吗? 不怕,你要在你身边,我就知足了。 那好啊,明天就和我一起捡破烂去吧。 八,第二天一早,董卿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叫醒了他,不是想和我一起吃苦受累吗?那就来嘛。 我看你能坚持几天,我叫董卿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吃饭的时候,喝着稀饭吃着咸菜,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 每次,他想吃一口肉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跟着我就是吃苦的,每次,他想要休息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致富是要靠自己的劳动的,终于一周之后,我看都董卿的脸上,便沧桑了很多,整个人也变得无精打采的,王浩,我受不了了。 我想去办公室,过着白领的那种生活。 好啊,我给你。 其实,你不说,我也想给你的。 我想,这要把张氏集团送给你。 就在我这句话说完之后,董卿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王浩,你说的这话是真的吗? 当然了,这一周来,我只是考验你一下。 没想到你真的坚持下来了。 明天,明天,我就带你去张氏集团。 我要把整个集团都给你。 听了我这话,董卿笑了,我也笑了。 当天的晚上,我还在熟睡的时候,我眯着眼睛,看到董卿拿起手机悄悄地起床。 他在外面打了一个电话,是打给李鹏的。 鹏哥,王浩说了,要把张氏集团送给我。 你说的可是真的,李鹏的声音同样充满了激动,当然了,而且他心里还是爱着我的。 果然,他还是那个调养。 我略使美人计,就把他拿到手了。 这一辈子,我都不会看得起他的。 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他,还在睡觉,免得被他发现。 等我拿下张氏集团,就把他赶出公司。 到时候,还不都是我们的。 挂了电话之后,我董卿悄悄地又钻进了被我,趴在我的怀里。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董卿去了张氏集团,我拟定了一份协议,把张氏集团的所有股份,全都转移到了董卿的名下。 签完字的那一刻,我摸着董卿的小手说道,张氏集团都给你了,可要好好的干啊。 没想到我的手一把被董卿甩开了。 对我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 王浩,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摸我的手? 你以为我不会真的爱上你了吧? 真搞笑啊,你还不看看你什么德行。 还有啊,跟着你的那一周,你故意让我遭了一周的罪。 现在我就要狠狠地报复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靠什么发家的。 不就是靠了你爷爷留下十个亿的零花钱吗? 你拿出八个亿,买了张氏集团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却现在送给了我。 之前你和我,PK对决又花了两个亿,这些我早就调查得一清二楚了。 我想你现在身无分文了吧? 我看你怎么翻身。 他言语之间又对我充满了嘲讽,听了他的话我哈哈地笑了。 他怒涩地问道, 王浩,你笑什么?不会是因为现在身无分文,被打击得不正常了吧? 董卿啊,董卿。 你败就败在自以为是,你是否知道,你所知道的这些消息,是我故意让你知道的。 你可知道,现在的张氏集团只是一个空壳,而且还背负着几十亿的债务。 不可能,不可能,没有不可能的,董卿你永远完不过我。 你,你竟然骗我,我不会饶恕你的。 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完了,一切都无法再挽回了。 董卿,你竟将永远地站不起来了。 几天之后,本市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本市最大的张氏集团CEO董卿。 因不堪负重,导致精神恍惚,住进了精神病院。 第二大股东,李鹏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抓紧了监狱。 这些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 爷爷留给我的那十个亿的资金,兜兜转转又回来了。 我决定全部无偿捐献了。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钱,守着爷爷留下来的废品收购占足够活下来了。 那天,我正在捡破烂,突然听到传来灵动的声音, 王浩,我能和你一起捡破烂吗? 我回头一看是他,好啊,我正缺少一个伙伴呐, 只要你肯跟着我吃苦。 你叫什么名字呢? 他微微一笑,我叫唐飞。 查看下一章,全部收集。